人都不会 也可以中艾康 各位艾康的金玉玲新闻 大家早上好 好 我姓陈 名叫莉莉 在艾康今年已经步入24年了 这是老宝贝的 为什么从我之前是最排斥直销 排斥保险的人 今天可以坚持持终如意在艾康24年 就是因为当初为了帮我的弟弟 一套调整心内也改变我360度的命运 为什么 因为当时是什么 趋势 那说是调整行业的趋势 所以也是给我一套调整心内坚持到今天 不过因为这个疫情之后 就是在去年开始 我看到一个BS就说 就是一个痛的市场很大 只要告诉我谁没有痛的 你有肩膀痛吗 你腰痛吗 你有腿痛吗 全身都痛大 所以市场大不大 男女老少全部都是你的市场 对吗 所以第一个脑袋很重要 给我感觉说 痛的市场很大 所以我们这个BS是和吗 所以我们老板太厉害了 真是人和天使地 选在这个时候出这台武器 所以我就很珍惜 那时候老大跟我讲一个东西 弟弟弟弟我告诉你 这是大爆炸了 你等好消息 15988 我说那是想摸老大 行情这样才15988 还有咩 不过因为我相信老大一句话 他讲的时候我就跟他一个 宴姐啊 他说到这书 我跟他 我相信爱康 我相信公司 我相信我相信相信产品 所以只要我坚持 我在爱康 一定有春天的一天 所以那时候老大叫我去他的那边 我相信他 那是他调整 那个 那个仪器的时候 我平时看下来讲 这台仪器有什么特别哦 因为我从来没买过任何仪器的 有什么这样特别 所以那时候每个人体验10分钟 我还记得 所以那时候 Miss Pan跟我说 你要体验什么东西 我说我最喜欢 好像我的肚子啊 17年那个肚子 一直好像怀疑不能想 真的很奇迹 十分钟之后 出来裤子 不要啊 所以从那边开始哦 我觉得这个 对这个仪器 产生那种又爱又恨的感觉了 我的这个产品一直帮 肯定可以帮到很多人 所以当时 我知道 我要又没有破 又不会对吗 那时候还记得 燕燕姐叫我开叙手的不会的 从我一开始 完全连开叙手的不会 到今天 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子呢 为什么 因为你做多 你相信 所以昨天 我听见老师讲问他说 你要在这个行业里面 成功上 你要做王子 你不要做墙子了 我突然给我一个行举 对了 因为这个仪器会说话 我记得在爱康二十四年了 之前我们做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我做了之后 求顾客你介绍者给我 求的顾客介绍者给我 不过因为这个BS 我告诉你 人家是追随你的来的 三百选择 真的很巴逼的 你知道吗 你没有选择你不能见到 你知道吗 你没有选择 你没有选择见不到 我真是抽不到时间 一直跟着人 一直来的产品会说话 所以当我自己认同之后 痛的市场很大之后 每一个人都很需要 所以这套东西 15988 为什么值得你去投资 也每个人讲说 买健康送事业 你告诉我 什么行业 你可以 赚到一个事业 你有钱 没有健康 不过我告诉你 我们这个行业 先赚到健康先 你就得到财富 好吗 我还记得那时候 这个游戏这么好 这么好 那时候我们没有私交 也没有课程 对不对 当时很好笑 我告诉你 我在一个礼拜里面 我做了三十多个人 他们做了百多个人之后 你告诉我 我告诉你 我一台游戏都出不到 所以那时想到 我就在怀疑 这个游戏是很好 为什么我一台游戏都出不到 对吗 当时我还有一台游戏 我问我 我说你怎样出 我一台都出不到 我看到每个人都出不到 很不平衡 我这样全力出不到 为什么 因为当时我一个东西 我做错定位 我找错人 因为当时我 讲到这个语气 这样厉害厉害 我就特地课程 我特地找病人 你腰痛的 你哪里痛 脚痛 总之你什么痛的 我就特地找到的人 我看课程 这个语气 真的是 我起技术的 你不会不会也是有那种效果的 所以那时候有效果好 每个人做了之后 谁帮我做 又是一个问题 是对的 那时候还没有那个小探头 对吗 所以一直做做 拜托个人不能够办法 直到我们去参加 义勤老师那个课程之后 那个两天一夜 改变我整个观念 那两天一夜 我还记得义勤老师讲一句话 我告诉你们 今天你们 故事训练成什么什么 很强的理疗师 你们是 在做生意的人 在中国那时候 搞电中电 你就是想找伙伴 我当时回去 是哦 我找错人 我相信 各位的新人 每个都是一出来拿一机 什么 第一个的 找谁有感染的 谁中风的 谁的 是不是这样感觉 我千万不要跟你讲 因为我们不是什么意思 你找人 给自己治疗股吃罢了 为什么 一般上他们有问题的人 怎样 他是有问题的时候 他会一条理反例 你又是一个新人 你什么不会的时候 你怎么办 你又要解决问题 对吗 你又不懂解决问题了 你会很慌 所以最好是不要 我们就开始找正确的人 所以当我一开始 观念改变之后 我要找生意诊 找伙伴之后 过后我一出来的时候 我跟我每一个主员讲 我今天做生意 我不要找病人了 我要找生意伙伴 所以当时 说是刚好 William今天来 他是我第一个的生意伙伴 我就跟他讲到 我想找养生馆的伙伴 所以当时 他也是开了两间 那个什么 那个 爱旧的店 当时还好 他也是支援 我一切都不一样 他也是投资的 当我一个伙伴之后 我就开始 每一个人跟他讲说 我想找伙伴 我想找伙伴 那么我用生意角度给你们看 其实你16000 你怎样贵 如果是你用生意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告诉你这个 本不是钱 如果这个是15988 你用消费的话 我告诉你很贵 对不对 所以你要观念 一定要自己先 清楚先 我们找你说 怎样买健康寿事业 怎样你投资这套 配套之后 我抱你赚钱 我抱你改变你的命运 而且公司委 这个人讲很 我们要珍惜这个机会 这个品牌 为什么 因为15988 我告诉你 你拿东西几十多方 挣2万了 其实2万是亏的 因为还可以复杂 包三包海 包你健康 包你车户 还有一个super app给你 所以很多人还没有看到 到底失败什么 还以为 都没有什么东西 那个值6千块 我信心也是感觉这样子 因为我们又不会在社交媒体 当时真的是 因为你现在目前 跟着趋势跑 社交媒体是很重要的 所以跟他们讲 你期待期待 因为公司会陆陆续续续做很多 那些back up 东西 ok 当我跟各位主人分享的时候 结果真的是每一个人 投资了之后 真的是我很快不到一个月 就赚钱了 为什么 为什么喜欢找店中店 第一我告诉他 因为你已经有店了的 所以你是多一个项目 这个很重要 我不是在你放弃你的事业 你是多一个项目 多赚个钱 对吗 而且他们已经有地方有地点了 OK 那包括一些老板的话 他本身是什么 他是有生意很忙 我告诉他 我不是叫你说 你亲你员工 我们帮你培训 你不用亲力亲为 不过这个生意真是可以流行的 结果他们觉得 是也是对 所以看你怎样讲 我觉得你本身的卖性很重要 你觉得这套东西贵吗 你觉得贵的话 肯定你不管去购身家 第二个 如果是你本身 觉得什么 就是你用的时候 我千万不可以 要用心 每次我上线 跟我讲说 你要善恋 你要善恋那种 不要求回报的东西 你真正去帮忙 你要顾客可以感触得到 所以你的口碑很重要 人家的口碑 他可以感触得到的 但你做得好 他一传十十三百 真的是你 你不怕没有人的 所以每次我跟我主员讲 你不要担心说你没有人 你先严重自己先 先找出那种感觉先 你是够不够热爱这套东西先 你觉得对你帮助到吗 当你帮到自己 他有帮助家人之后 怎样 无心中 财富就跟着你 对吗 所以当每个人过程 之后 他们每个人都随回来 而且觉得这个东西 15988真的是一个 怎样讲 值得 非常值得 而且公司很用心 又不是拿你15988 只是拿你444罢了 我每次跟人家 你拿444给我 我给你2万产品 我还给你千块回来 你觉得值得 你是生意人的话 你会算的咯 对不对 所以根本是物超所值咯 随便信的这个人分享 结果真的是 我到目前我到处 九十多八千都是电中间的人 好 谢谢